那麼另外再來看到大陸 好 大陸的海軍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12月24號 中國海軍發布了雙語宣傳片 16頻道 那麼透過這樣的頻道發出了 可以看到雅定灣護航事務周年 發出1600多次的呼喚與承諾 還有護衛7200多艘的 船舶安全航行 我們先來看看宣傳影片 我是中國海軍護航編隊 不需幫助 現在16度到護舊 遠洋大海上的一聲呼喚 能夠得到多少回應 或許沒有聲音 就是最好的硬打 但是真正的戰鬥 隨時可能打響 我們沒對 沒對 需要回報求聰意識 周圍情報 火箭內已經高速先出 請問您起動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最新釋出的影片 我們也要請教將軍 這個代表中國海軍能力已經在雅定灣 我們都知道雅定灣那邊 之前就是海盜昌絕 索馬利亞海盜來講的話 經常接持這邊的船隻 接持之後他把它 不但是搶奪上面的財物來講的話 也會把船扣押起來 跟這個輪船的船東來做勒索的這種動作 各國來講就組織這種護航的軍艦艦隊 主要是希望能夠維護這個地方 海上貿易航道一個安全 因為雅定灣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最近很熱門的 這個 胡塞組織的前面 就是雅定灣 那所有輪船 要經過從這邊進入鴻海 經過海峽以後到鴻海 鴻海以後再經過蘇伊士運河才能夠到歐洲 所以這個很多郵輪 很多商船 都必須要經過這個雅定灣這邊 那各國來講 為了維護海上運輸的安全 所以說單獨由一個國家來執行的話 是不太可能的 也沒有這個能力 因此就各國在15年前 就各國同意組織這種護航的艦隊 輪流派駐到這邊 那大陸海軍來講的話 在這地方執行這個任務 已經有15年的這段時間 在從這種動作裡面 發布這個任務我們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它這個代表 整個大陸的海軍能力 已經可以跟全世界 這並駕齊驅了 尤其在海定灣這邊的護航 對維護世界航運的安全來講 貢獻出自己國家海軍的能力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要表達的意思在這邊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大陸在雅定灣這個地方 吉布地這個地方 也建立了它一個海軍的一個基地 對它將來要發展的海上一帶一路 我們現在如果從這個海上面來講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基地 從柬埔塞的這個雲壤基地 然後甚至於現在很可能 到這個最近發生事物緬甸的腳漂港 然後之後是這個 這個孟加拉灣 然後印度南邊的斯里蘭卡 然後一直到這個雅丁灣這邊 可以說它都建設了 不是說全粹是屬於它的海軍地地 但它都可以停靠這些港口來做使用 維護海上航運的一個安全來講的話 可以貢獻出 除了說可以維護世界上面各國船隻的安全 也為這個中國自己本身的航運 這些海運的船隻提供一個安全上一個保護 是最大要顯示的一個力量 是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這個 包含了日本大動作 美軍有計畫 大陸海軍現在也是透過了這樣的一個影片 來告訴大家 現在他們的能力 他們的軍力到哪裡 好 看到美國向鴻海投入大量的火力保護行軍 關鍵航道商船 避免受到在燕門防漢軍青年運動的攻擊 那麼在10月19號 美防長奧斯汀町宣布鴻海護航的 繁榮衛士行動 我們請聊亮哥 這個恐怕還要看一陣子 因為這個坦白說 是跟以色列打南加沙連動的 就是我打不贏你 那我就製造這個 這個要死往以色列港口的那些貨輪的困擾 那就造成你的成本增加等等 美國坦白講也沒招 因為胡塞武裝是個遊擊組織 他又沒有一個政府 一個國防部 比如說你可以用飛彈把它炸掉 而且他不管是導彈或無人機 他可能是不定點的發射 所以比如說美國很可能會被他激怒 比如說用飛彈把胡塞武裝站的地去炸一炸 可是他站著土地的面積蠻大的 我也不知道美國要怎麼處理 那貨輪當然會想辦法避險 比如說裡面有很多是天然氣的船 那誰敢開啊 你萬一被炸了一個洞怎麼辦 爆炸對不對 所以連我們長榮都暫停了 是從歐洲開始的 那歐洲四大航商全部暫停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真的是跟那個 以色列打蘭加薩聯動的 那他們就是覺得 當然背後是伊朗 這是毫無疑問 就是說無人機 導彈 大概伊朗提供的 可是你美國敢去打伊朗嗎 就是就考驗你 那結果你從波斯灣那邊船都開到這邊 因為他要組那個護航的軍艦 可是真的敢表態的 有很多人還是把名字給藏起來了 因為反以色列的國家真的太多了 人家會覺得說你拜託 你這個時候幹嘛站邊 所以只有一些極為少數的 比如說連那個 因為現在剛好是聖誕節 法國跟西班牙也不願意加入 因為他們國內穆斯林比較多 萬一引起穆斯林的反彈 給你搞一些恐怖攻擊你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真正參加主要還是 美國跟英國啦 那可是你到底能夠 互航到什麼程度 事實上就是根本大部分的 貨輪就是停了啦 所以我不知道你要互航誰啦 因為又沒有船要來 就沒有船經過 而且它跟索馬利亞的海盜不一樣 它並不是不分對象 因為就有人發現中國跟俄羅斯的貨輪照樣可以開 所以它是有對象的 有對象的 它有差別代理 就是你要開到以色列 對 然後是就是不支持巴勒斯坦的 看來者何人這樣 我覺得他就是選擇 因為我坦白說來 也沒有人敢怪以色列的國旗啦 所以以色列的老闆 大部分都是英國的輪船啦 或者是巴拉馬啦等等 那這些胡賽武裝的人也不笨 他們會去查 查每一艘船 它的性質啦 這個資料是公開的 所以比較大的船 它基本上都查得到 除非你是散裝船啦 你知道 那大的船基本上都查得到 所以現在大的船都不敢來了 那我也 我坦白講 我也想不出他能夠 怎麼去處理啦 現在就是大船都不敢來 現在因為 最大的受損的國家是埃及 因為蘇伊士運河等於是閒置 那埃及會不會去 拜託阿拉伯國家說 不要這樣啦 造成我嚴重損失啊 你知道吧 可是 如果是涉及是錢的問題 搞不好其他阿拉伯國家 可以幫你付一些啦 因為這個是 你要不要鞏固阿拉伯世界 對包勒斯坦的支持嘛 那你們都不敢出頭 那胡賽武裝出頭啊 不然你敢嗎 你敢出來對抗以色列嗎 事實上大家 對以色列都氣得牙癢癢的 也不敢動啊 事實上現在出頭鳥就兩個地方啊 一個就是夜門的胡賽武裝 一個地方是馬來西亞的安華 安華就直接宣布 他那個巴森港 不准以色列的船進入嘛 可是這個也是象徵性的 因為人家不停巴森港 可以停別的地方啊 可是他勇敢表態啊 這也不容易啦 就是說他也會得罪一些人啊 可是我覺得安華就比較勇敢 事實上大家心裡這樣想都不敢表示 好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